欢迎收听大案纪实 我是吕鹏 咱们今天说的这案子呀 叫三个人影 到底怎么回事 咱们从头来说 2014年9月21号凌晨2点50分 云南省曲径市罗平县公安局指挥中心 就接到了报警 有人报警说呀 几分钟之前 城区腊山街道办事处红厂院 有一处建房工地上 有一个男人被刺伤身亡 这是一个民宅的楼房 因为啊 这个房子还在建造之中 所以呢 在门前边啊 包括屋子里边啊 堆放着不少的建筑材料 民警啊 赶到现场之后 发现这被害人呢 就躺在一楼门口 看上去三四十岁 身上呢 有多处刀伤 显然是被人刺死的 那么 他遇害之前 发生了什么呢 对于侦破案件来说 有一个难点 一般情况之下 这种恶性案件或多或少 得有目击证人吧 但是这个案子 案发时间是在凌晨两点多啊 大伙那都睡得着着的呢 于是 能不能找到目击证人 就显得有位关键 得亏啊 找来找去 还是找到了一位 有一个姓钱的女士 跟受害人呢 是邻居 她家呀 就住在案发现场对面 那天凌晨两三点 她正在自己家里边的卧室睡觉呢 她家卧室呢 是位于三楼 突然呢 就被一阵嗷嗷的叫声 就给吵醒了 拉开窗户 往外这么一看 发现是对面的邻居 在那叫喊 邻居说 自己被捅了几刀 前女士 当时也吓得够呛 哎呦 怎么回事啊 赶紧叫醒了 家人穿好了衣服 就跑下楼 这时候受伤的邻居 已经倒下了 浑身是血 他们打电话 叫了120救护车 并且也是他们报的警 可是几分钟之后 救护车和警察赶到这的时候 受害人 已经因为受伤严重 流血过多 死亡了 民警就了解到 这死者呀 叫无法洗 当时呢 35岁 是贵州星一人 到云南呢 不少年了 事发几个月之前 就开始修建了这栋楼房 出事前的那几天晚上啊 无法洗呢 一直就睡在房子的一楼 看工地 这个案子发生之后啊 第二天 哎呦 当地可就造成了特别大的反响 毕竟是鲜活的生命啊 在这个人口不多的小城里边 发生这样的命案 大家都很惶恐 那么到底是什么人杀害了无法洗呢 侦察员呢 就从报警的前女士那儿 得到了一条线索 前女士说呀 当时借着路上那特别微弱的亮光 就看见有三个人影 从无法洗的屋子里边跑出来 出门左转 往北可就跑过去了 从身形体态上来看 像是三个年轻人 那三个人很可能就是杀害了无法洗的凶手 那么他们是谁 后来又跑到哪了 侦察员沿着他们跑的方向往北 就开始追查 可是这路上啊 几乎没什么人 更没有什么可疑的身影 无奈之下 侦察员只能是暂停追踪啊 继续走访附近的居民 了解更多的线索 同时对死者无法洗以及他的房屋来进行勘查 无法洗身上的伤口啊 有十几处 并且这些伤口大部分啊都是致命的位置 此外呢 还有几处比较浅的划伤 侦察员就分析 受害人无法洗 在受到攻击之后可能进行了短暂的反抗 因为这房子呢还没建好 一楼啊特别乱 靠近北墙的地方 有一张木头床 受害人因为睡在这儿 晚上呢就是睡这床上 木床以及这床旁边的墙上 有着大片的血迹 所以这木床应该是无法洗被伤害的第一现场 从那个木床到这门口 受害人倒地的这个位置这儿啊 这一路上有一条低落状的血迹带 据此侦察员对这起案件啊 就进行了一个大致的还原 就推测 一开始无法洗受侵害的时候 应该是躺在床上就睡着呢 被人拿刀捅了一刀之后啊 突然就醒过来了 就进行了反抗 这凶手啊 作案之后应该是就往门口跑 而这无法洗呢 受伤以后啊 还玩命的来碾这几个凶手 追到了门口的时候 还是因为失血过多 倒下就死了 对于现场进行勘察 侦察员呢 也没发现什么凶手留下来的物证 甚至啊 足迹啊 指纹呢 都很难提取 为什么呢 毕竟这是个在建工地 白天的时候很多工人在里边干活 所以现场的足迹啊 就非常的混乱 警方呢 从技术上来说 没有办法来进行分辨 现在有用的线索 就是前女士提供的那一条 看到了三个人影 跑走了之后 再也没发现什么情况 现场勘察也没有价值的线索 天快亮的时候 无法洗的家人 这才赶了过来 那么家人能不能给警方提供什么线索呢 死者无法洗的二哥 叫无法魁 他家呢 距离这现场啊 也就一两公里远 无法魁在罗平县 做狗肉生意 十多年前 他从老家贵州星义来到了罗平 后来弟弟就也跟着过来了 无法魁说呀 弟弟无法洗 在罗平呢 先后也卖过狗肉 开过小饭馆 后来呢 又去省会昆明 做烧烤生意 经过近二十年的打拼吧 就赚了一点钱 几年之前在罗平买了两块地 准备自己盖房子 眼瞅着房子就要建好了 可没想到遭遇不测 无法魁和无法洗的父亲呢 已经七十多了 也一直住在罗平 后来听说小儿子出事之后 这老人家心里他接受不了啊 侦察员还了解到一个情况 虽然事发现场 是无法洗一个人住这 但是无法洗已经结婚成家了 他的妻子丁太英 也是贵州人啊 就是星医人 因为他们的烧烤摊生意啊 是在昆明 所以丁太英呢 平时带着俩孩子住昆明 无法洗自己在这盖房子 无法洗遇害之后 无法洗的哥哥就通知了丁太英 丁太英就从二百多公里之外的昆明 在往回赶 对于无法洗的遇害原因 哥哥无法魁有着自己的猜测 无法魁说呀 这栋房子的主体工程啊 已经建好了 正在装修呢 但是一楼的门窗啊 还没装呢 弟弟晚上一个人就睡在一楼看守工地 其实无法魁呢 曾经劝过无法洗 喜子 你啊 赶紧把一楼的门窗给装上啊 也安全 但是无法洗呢 也没当回事 要说起来 无法洗盖的这房子在当地啊 那也是让不少人眼红 这楼房盖了六层半 花了好几十万 他呢 就认为肯定是有人觉得弟弟无法洗有钱 半夜里边趁他睡着了来抢劫他 并且把他给杀害了 其实啊 不光无法魁这么想 警方刚到现场的时候 也曾经怀疑 这是不是抢劫杀人案 但是很快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因为这屋子里边存放的 大家也都知道还是工地呢呀 就是一些建筑材料 也不是那么值钱 再加上大家也都知道 什么沙子水泥啊 什么砖 他都很重啊 嫌疑人不会冲着这些东西来 更主要的是什么呢 现场啊 没有被抢劫的特征 死者无法洗的钱包还在呢 还在无法洗的口袋里面 里面还有现金银行卡呢 包括身份证 这都有 你要是抢劫最值钱的 那就是现金和银行卡呀 你为什么不要呢 此外无法洗的胯包 就放在枕头旁边 这包自始至终就没有被冻过的痕迹啊 哦 一般情况下这么有钱人 他那些值钱的物件肯定都在随身的包里啊 哪怕这里边真没有 你好歹得打开看看吧 但是没有 所以综合这些情况来看啊 警方就认为 无法洗的遇害不像是抢劫杀人案 而是有着另外一种可能 有人显然就是要置无法洗于死地 就要弄死他 那么这很可能就是仇杀 对吧 或者是其他纠纷引起的报复性的杀人 那么无法洗有没有仇人呢 或者说他有没有跟人存在什么纠纷呢 无法愧就说呀 他们兄弟几个从贵州到云南来很多年了 从来没跟人结过什么怨 弟弟无法洗跟别人呢 也没有什么经济上的纠纷 跟周围邻居的关系啊 处的也特别好 这一点 侦察员也从最早报警的前女士那儿得到了确认 无法洗就在周围这一片地方 人缘挺好 说他为人呢 特别客气 到哪呢 都是乐乐呵呵的 从来没有哪个人就说这小伙子不行啊 这个人人性不好 没有 那无法洗又没跟人结过怨 不是仇杀的话 各位大家都知道 一般遇到命案三种可能 对吧 仇杀 情杀 为财杀人 排除了抢劫杀人和仇杀了 可就剩下情感纠纷了呀 那会不会是因为情感问题呢 这时候啊 无法洗的哥哥 还有无法洗的父亲都说 没有发现无法洗 跟什么女人有不正当的关系 哎呦 这可把警方难住了 不是抢劫杀人 跟人无怨无仇 也没有什么情感问题 那为什么要有人弄死他呢 那接下来案件该如何推进呢 这一次啊 侦察员的目光再次聚焦在了案发现场 以及死者无法洗的身上 那么在案发现场还能不能找出来 有价值的线索 能不能找出来重要的突破口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警方呢 就围绕着凶手杀人的动机 进行了排查 发现受害人无法洗 又没有什么情感问题啊 也没有什么仇人怨家 更是排除了这种抢劫杀人的可能性 为前杀人 情杀 仇杀 都排除掉了 那为什么杀他呀 接下来 这案件该如何推进呢 民警啊 再次把目光聚焦在了案发现场 以及死者无法洗的身上 当时报案的前女士说 看见三个凶手啊 嫌疑人从案发现场往北边跑走了 那么他们会跑往哪呢 天亮之后啊 侦察员沿着嫌疑人跑走的方向 又勘察了一遍现场 往北呢 差不多五百米左右就没路了 这个路的左侧没路口 那么就只可能往右拐就朝东去了 往东的这条路呢 也很短 就有两三百米吧 路的尽头啊 就是一条垂直着的南北的大路啊 就是在这个交叉口偏南的拐角那儿 侦察员有了发现 在拐角那儿啊 有一个刮棚 刮棚底下呢 发现了一把刀 崭新崭新的单日水果刀 而且这把水果刀应该是刚刚被人丢弃在这儿的 那个刀呢 就插在地上啊 你说这刀插这半个月了 跟刚插这儿的 那么痕迹是不一样的 一看就是刚插这儿不久 水果刀上呢 并没有血迹 所以啊也没法断定 这是不是嫌疑人留下来的 但联想到之前的勘察 嫌疑人一共有三个 死者身上呢 有两种刀口 这就是说 被其中两个人用不同的刀具刺伤过 其中俩人有刀 那么剩下第三个人呢 应该也有刀啊 很可能是他没动手 这把水果刀 很可能就是这个没动手的人手里 那一把后来丢弃的 他们呢 的确路过了这儿 很有可能 沿着这条南北的大道 就往南去了 侦察员又沿着这条南北大道 接着往南搜寻 同时啊 就留意观察 看这路边是不是有监控摄像头 在往南找了两百多米之后 侦察员就发现 一家快捷酒店门前边 有两个监控探头 分别对着门前的这条马路 还有酒店的大门 那么 这个摄像头的监控录像里 能不能有什么意外的收获呢 在酒店工作人员的配合之下 侦察员呢 对监控录像进行了回放 查看的重点时间段 就是当天凌晨两点多到三点多 这一段时间 刚一看呢 侦察员可就有了发现了 监控录像显示 凌晨两点四十七分 有三个年轻人出现在了画面里 而且就是进了这家酒店 当时进酒店的时间是案发之后两三分钟左右 这三个人可就进来了 为了更加严谨 侦察员呢 也做了实验啊 看看从无发喜遇害的那房子那到这酒店 一共需要多少时间 从那个新建的房子往北走 然后一个右拐弯 再一个右拐弯 到这个快捷酒店 这是一个U字形的路线 路呢是挺弯弯绕的 但实际上这家快捷酒店 正好在案发现场的正东方向 直线距离不到两百米 而如果接着走 从这酒店啊 顺着往前走 再走一个U字形 就又能到无发喜那 那么这两个U字形合起来 其实啊 就是一个长方形 这是四四方方的 这时候侦察员就推断啊 是不是这三个人本身就是住在酒店的客人呢 他们从这酒店出门 又拐再又拐 到了无发喜新建的房子 这儿 做完案之后啊 接着往北走 又拐再又拐 又到了酒店那儿 民警啊 立刻就对住在酒店的客人 全部的进行调查 这时候就发现 这三个男子果然是住店的客人 监控录像显示 凌晨两点三十六分的时候 这三个男的一块出了酒店 十一分钟之后的两点四十七分 他们回到了酒店 一共中间就这么十一分钟的时间 回来之后呢 直接上楼就去了房间了 这三个人大半夜的出去 又急匆匆的回来 这肯定是有目的的呀 而且他们出去的这个时间段 正好是无发喜遇害的时间 所以当时警方啊 就根据这个 认为这三个人有一定的嫌疑 经过对酒店入住客人信息的查询 这三个人是案发头一天 也就是九月二十号下午六点多住进来的 他们三个人呢 就开了一个房间 登记身份证信息啊 是登记了俩人的 其中一个人姓陈 是贵州盘县的 另一个人呢 姓陆 是四川潘之花的 经过对监控录像里年轻人的相貌 还有登记人身份证照片的比对 可以确认 入住酒店的那三个人里 的确一个是贵州人陈谋 一个是四川人陆谋 第三个人身份不明 可遗憾的是啊 案发当天早上 这三个人就结账退房了 警察来的时候啊 他们早就走了 根据结账信息 还有酒店监控录像显示 九月二十一号 早上五点三十六分 贵州籍的陈谋 还有那个穿着夹克衫 体型有点偏瘦 身份不明的人 先行离开酒店 到了上午九点三十六分 也就是隔了四个小时之后 四川级的陆某正式退房 离开酒店 那么他们入住的这房间里 会不会留下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呢 侦察员呢 就来到了他们住的388号房间 可一进去之后啊 服务员早把这个房间打扫的干干净净了 这让民警有点失望 不过呢 经过问询这个服务员之后 打扫卫生的这服务员啊 反映了一个奇怪的情况 他说在清理388房间的时候 房间里除了有烟头啊 饮料瓶子啊 这些常见的垃圾之外 让他印象深刻的 是房间的垃圾桶里边 还有两件衣服 那些东西呢 已经被他扔到了酒店门前的 垃圾车里了 得亏 警方调查的时候 垃圾车还没开走呢 赶紧的来到垃圾车前边 翻找酒店服务员丢弃的垃圾 果然在这垃圾堆里 发现了两件衣服 这两件衣服啊 有一件是棕色的夹克 还有一件呢 是白袖子啊 黑身的运动衣 这两件衣服看上去都很新 那么新的衣服就不要了 怎么那么舍得呢 同时经过仔细查看 这两件衣服上 还都有新鲜的血迹 棕色的夹克上面 有那种擦拭过的血迹 然后那个运动衣 胸口的那个地方 也有血迹 那么这衣服上的血迹 是谁的呢 是不是无法洗的呢 警方迅速对衣服上的血迹 进行了技术检验 检验结果证实 衣服上的血迹 正是受害人无法洗的 这两件衣服的血迹 跟现场的血迹 相互吻合 那么 这时候就可以初步确定 这三个人 就是犯案的犯罪嫌疑人 可以说案件有了重大突破 接下来就要确定 他们的去向了 现在已经知道 有一个贵州人陈谋 一个四川人陆谋 剩下第三个人是身份不明 除了要知道他们的去向 还得知道这第三个人的身份 通过进一步调查 警方就掌握了 早上五点多离开酒店的两个人 也就是陈谋 还有那个身份不明的人 他们呢 是坐着出租车 去了罗平火车站 侦察员又调阅了 罗平火车站售票大厅的监控录像 再次发现了他们的身影 9月21号 早上6点06分 这陈谋 还有另外那一个男子 来到售票窗口前边 购买了两张火车票 只要是他们买过车票 这事就好查 为什么呀 当时当地啊 早就实名购票了 通过实名购票信息 发现和这陈谋 一起买票的这人姓刘 是云南宝山人 他们买的车票 是去昆明的 随后呢 警方又进一步调查 那个9点多退房 离开酒店的 四川级犯罪嫌疑人 陆谋 发现这陆谋啊 没坐火车 是坐长途客运 汽车 也是去的昆明 至此三个嫌疑人的身份和去向 都得到了确认 这仨人呢 一个叫陈友胜 28岁 是贵州盘县人 一个叫刘曾明 26岁 云南宝山人 一个叫陆海龙 22岁 四川盘之花人 这三个人都在昆明打工 并且三个人都没有犯罪前科 那么这三个人到罗平是干嘛来的呢 一个是宝山的 一个是四川的 一个是贵州的 跟罗平都扒杆子打不着啊 这三个嫌疑人的身份是确认了 但是更让民警疑惑了 因为这三个人跟死者并没有任何的来往 没有任何的交集 他们是谁也不认识谁 唯一能够勉强算有点关联的 那就是死者无法洗生钱 也在昆明做生意 咱们上期节目提到过 对吧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联系了 尽管说这是一个谜团 但现在警方最重要的不是解谜 而是赶紧的把嫌疑人抓捕归案 把他们都抓到之后一审问 很多事情也就清楚了 罗平警方啊 立刻开展了对三名嫌疑人的追捕工作 9月22号 也就是案发第二天下午5点多 警方通过侦查得知 这三名犯罪嫌疑人出现在了昆明市的一家网吧里面 晚上9点多的时候 侦查员赶到了昆明 找到了那个网吧 这仨人呢玩的还真投入啊 警方去的时候还在那上着网呢 还玩着呢 对他们的抓捕行动 进展的非常顺利 三个人到案之后也都承认 说我们呢 是9月20号下午6点多到的罗平 凌晨的时候把无法喜杀了的 当天早上就离开罗平 回到昆明了 三个嫌疑人是到案了 但是那个疑问还没解开呢 这三个嫌疑人跟受害人到底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杀死无法喜 这仨人说了 他们呢不认识无法喜 哎呦这就更奇怪了 你不认识人家 你杀人家干嘛呀 后来经过审问 嫌疑人之一的陈永胜啊 也就岁数最大那一个 是这三个人里边的主谋 他说出来了其中的隐情 他说呀 是无法喜的老婆丁太英 让我们杀的 陈永胜的交代 是解答了侦察员心里的那个疑问 就是无缘无故 也不认识为什么杀人 但现在又一个疑问出现了呀 这这这丁太英 为什么要杀自己的丈夫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了 通过警方训问啊 这三个凶手里边的那个头头 叫什么呢 叫陈永胜 他说呀 我们跟这受害人无法喜 确实不认识 但为什么要杀他 是无法喜的老婆丁太英 雇我们杀的他 他这么一说 确实是解开了警方的一个疑问啊 就为什么 这三个人跟这无法喜 没有任何重叠啊 他们在生活之中 没有任何的交集 为什么要杀人 不过又一个疑问出来了 这丁太英 为什么要杀丈夫呢 其实啊 回过头来想想 在无法喜遇害当天晚上 侦察员和丁太英接触的时候 就发现这丁太英不太对劲 为什么呢 那种悲伤的情绪啊 不像是发自内心的 一般情况之下 说家人去世了啊 并且是遇害了 那肯定得先问警方问题啊 为什么会死啊 因为什么事啊 怎么死的呀 可是丁太英 跟警察是一个问题也没问 这些问题一概不关心 只是很平淡的 警方问他什么问题 他就回答什么问题 侦察员当时啊 就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定论 说对丁太英感觉不太放心 但是呢 只是不太放心 没到怀疑的程度 因为也没有什么证据 而这陈永胜 他们三个嫌疑人交代和指认完之后 这就让丁太英的身份 来了一个大转变 瞬间可就从受害人家属 变成了故兄杀夫的主谋 侦察员立刻赶到了无发喜的家里 当时丁太英啊 正跟无发喜的家人 一块在刚建好的新房里 处理无发喜的后事呢 听说丁太英 是杀害无发喜的元凶 无发喜的家人们 都接受不了 这个事实啊 怎么会呢 这丁太英和无发喜 这是一对老夫老妻了 俩人在一起生活17年了 还有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照理说一家四口 安安稳稳的挺好 那么 这夫妻俩 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才会导致这场悲剧呢 丁太英被捕之后就说呀 这么多年以来 我一直遭受无发喜的折磨 我已经被逼上绝路了 我是严重的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他跟无发喜呢 经常会因为一些家庭琐事争吵 平时你说夫妻之间吵吵架 半半嘴 这都正常 但是他们夫妻不是这样 每回一朝嘴 这无发喜啊 就会拿刀砍丁太英 丁太英全身上下 都随处可见 被丈夫无发喜砍伤 留下的疤痕 手上啊也有 身上也有 后背上更多 丁太英说 就总觉得我身上 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 包括我的牙齿啊 这都是让无发喜给打断的 那这俩人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吗 怎么会这样呢 其实啊 这丁太英和无发喜 这都是老乡啊 都是贵州星义人 1996年 丁太英只有14岁 他呢 跟几个老乡 一起从贵州老家 到了云南的罗平县 在一家饭店里面打工 正好啊 无发喜当时是做狗肉生意 经常给这饭店送狗肉 一年之后 这丁太英可就认识了无发喜了 无发喜呢 比丁太英大三岁 因为是老乡啊 这家伙异地相逢啊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俩人就有很多的共同话题 几个月的时间 这丁太英和无发喜 关系就迅速发展起来啊 溺溺乎乎就住在一起了 但因为当时呢 一个15岁 一个18岁 这都没到法定的结婚年龄 也没办婚姻登记 也就是说 尽管法律上啊 不是合法夫妻 但实际上 就是过起夫妻生活了 丁太英后来呢 也不在那饭店干了 跟无发喜 一起开了一个小餐馆 可是 在一起仅仅一个月之后 丁太英和无发喜 就吵了一回架 为什么呢 要不要回家 看看家人 针对这个问题吵了一下 丁太英就发现 平时无发喜挺好 可是一吵起架来 无发喜打的呀 那一回是无发喜第一次打的 从那以后 他们之间呢 就是两天一小吵 三天一大吵的 每回吵架 无发喜都会动手 如果赶上无发喜 喝了酒了 那下手更重 喝了酒之后啊 直接抄刀就砍 后来呀 警方呢 也找到了丁太英的家人 了解情况 对于丁太英 故兄杀夫这件事 家人也认为 哎呀 英子呀 就是太糊涂了 据丁太英的母亲说 英子还有发喜啊 这俩人年纪都轻轻的 都是性子急 脾气爆 每回啊 都得大大出手 我呢 也劝过丁太英 忍一忍 丁太英的弟弟 叫丁太祥 曾经在昆明 给姐姐开的这烧烤摊 帮过忙 他说呀 其实这事 不能怨我姐 有一回呢 他们俩吵架 我帮姐姐说了几句话 结果 我就让无发喜拿刀 给砍伤了 当时啊 他顺手提起旁边 桌子上切菜的菜刀 朝着我脖子上就一刀 耳朵呀 都擦了半边下来 提起家暴这个事 丁太英的家人也都指责 说无发喜 确实经常对丁太英 实施家暴 但是 去问无发喜的家人吧 无发喜的家人 不这么认为 他们是另一种 不同的说法 无发喜的二哥 无发奎说 发喜两口子呀 的确经常打架 但不是像丁太英 说的那样 每回都动刀子 你看 这家人还在那维护呢 来一句 不是每回都动刀子 你别说每回 你一回也不行啊 同时无发奎也说 说吵架的原因呢 不全因为无发喜 丁太英呢 也有责任 丁太英这人爱唠叨 常常因为很小的事情 就在那嚷嚷啊 吵吵 或者骂无发喜 无发喜呢 吵架吵不过呀 被骂极眼了 难免就会发怒 无发喜的堂哥也说 说他们两口子打架呀 一般不是光发喜 打丁太英 他们两口子是互殴的那种啊 不是丁太英说的那样 单方被家暴 也就是说 两口子打架 互相都动手 最后谁厉害算谁的 据其他认识他们的人呢 也说啊 说这两口子呀 都挺厉害 尤其丁太英 也蛮凶的 不是个好惹的主啊 无发喜呢 惹极之后打丁太英 丁太英呢 肯定也得还手 也得打无发喜 所以现在有一个分歧 到底是单方家暴 还是经常互殴 这个事情尽管有分歧 但是无发喜和丁太英 几乎是天天吵架打架 这个事儿 双方家人都没有意义啊 都认可 确实是这样 丁太英说 因为被无发喜打伤 他曾经多次去医院治疗 但是呢 他不记得每次的治疗时间 和治疗地点 也没有留下过任何的病例 所以这个事儿啊 一时半会儿 警方也很难去调查求证 丁太英说之前呢 他遭受家暴的时候 报警求助过警察 但是一般警察 面对家庭纠纷的时候啊 只要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后果 都是调解一下就完事了 丁太英说 也曾经想过起诉 跟无发喜分手 但咨询律师之后说 你们尽管呢 也有孩子了啊 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 但是没有办理结婚证 不用去法院起诉离婚 协商好了啊 各走各的 对吧 你们现在从法律上来说 这就是同居关系 但因为他们有俩孩子呀 孩子到底跟谁呀 这么多年也挣了不少钱 这财产怎么分配呀 这两个关键问题解决不好 这婚呢就没法离 或者准确的说啊 叫没法顺利的解除同居关系 这事儿呢 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丁太英啊 还是下定决心 要离开无发喜 在案发之前两三年 丁太英开始尝试离家出走 2012年下半年的时候 丁太英呢 认识了一个在昆明打工的网友 就离开了家了 就去找那网友 可一个月之后 被无发喜找到了 把丁太英又带了回去 2013年 丁太英啊 偷偷的从昆明去到了江苏延城市 这家伙啊 好几千公里都出来了 你这还能找着我吗 哎 无发喜还真找着了 知道之后又追了过去 丁太英说呀 无发喜每回找到他 对他那都是软硬兼施 又威胁他 又同时保证 我以后好好的爱你啊 我以后不再打你 他呢 这才跟无发喜回了昆明 但是回去之后 这无发喜能改吗 他改不了 非但没改 下手一回比一回重 一打架一吵架 他就是往死里边打 那最后丁太英 为什么会雇佣陈永胜他们呢 那么这个陈永胜 到底和丁太英是什么关系呢 这陈永胜啊 是丁太英 在2014年上半年认识的一个网友 他呢 是昆明一家KTV的保安 没结婚 比丁太英 比丁太英小四岁 在网上认识了两三个月之后 丁太英和陈永胜啊 就见了面了 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啊 哭啥咔嚓 就去开房 发生了关系了 这陈永胜给丁太英的感觉 就是那种很温暖 很会照顾人的 因为常年的自己的丈夫 对自己的家暴啊 所以丁太英 就更喜欢陈永胜 带给他的这种感觉了 丁太英也说 他呢 给我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就感觉他对我特别好 陈永胜很快 就成了丁太英情感的依靠 也成了各种事情倾诉的对象了 丁太英对他 那是无比的信任 据陈永胜说呀 他也劝过丁太英 你啊 想开点 不跟他过了 不就完了吗 但是根本无济于事 丁太英心里边的怨恨啊 积压的太深了 时间也太久了 2014年5月份的一天 丁太英突然就找陈永胜 提出一要求 要不你去帮我教训他一顿 陈永胜一听 自己的女人提要求了 行啊 好啊 随后丁太英又说了 你去把他给整残废了 他对我这样子 那不是说好了 去教训他一顿 最严重也就是把他给整残废了吗 怎么最后又要杀人了呢 在这期间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这丁太英呢 找到了陈永胜 说你啊 去教训一下无法喜 你去把他整残废了 你看他对我都这样子了 据陈永胜跟警方交代 他说当时啊 他还劝丁太英 哎呀 教训教训就得了 这就没必要了吧 啊 这丁太英就说 不行 必须要 为了让陈永胜 请人教训无法喜 丁太英说 他先后给过陈永胜 一万八千块钱 加上平时 在他身上的一些花费 一共有三万多块钱 就在丁太英和陈永胜 预谋教训无法喜的 这一段时间里 丁太英说呀 可能是因为自己 前两次离家出走的经历 无法喜对他的虐待 开始变本加厉了 一开始啊 丁太英跟陈永胜说的 是把无法喜整残废了 那怎么后来成了杀人了呢 丁太英说呀 是因为最后一次争吵 太让他寒心了 无法喜跟丁太英说 我想把你捅死 当然了 到底无法喜说没说这个话 因为无法喜已经死了 也没法得到求证 丁太英说就因为这个原因 他又跟陈永胜说了 别给他弄残废了 要不直接给他杀了吧 当时啊 陈永胜也有个想法 哎呦 太英这是疯了吧 啊 太疯狂了 丁太英就跟他说 别人怎么对我 我就怎么对别人 丁太英心里的这仇恨呢 早已经战胜了自己的理智了 丁太英态度很坚决 陈永胜觉得挺不可理喻的 但是呢 他又难以拒绝丁太英啊 因为当时呢 也欠人家丁太英钱 再加上俩人又是这种情人的关系啊 自己呢 不知道该怎么张嘴拒绝 2014年9月初 陈永胜带了一个朋友 从昆明赶往罗平 那段时间呢 无法喜啊 就在新房的工地上啊 丁太英呢 就把无法喜的位置啊 包括平时的活动规律啊 都给陈永胜做了详细的介绍 在这期间 丁太英和陈永胜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警方后来呢 也调取了他们的QQ聊天记录 2014年9月1号凌晨4点50分 丁太英给陈永胜发信息说 你啊 安全第一 要注意 怕无法喜身上有刀 别的我不管 你一定要安全回来 随后又发了一句什么呢 我就不多说了 亲 我爱你 下次我就不叫亲爱的了 你是我最爱的老公 哎哟 这肉麻的啊 让人看了都起鸡皮疙瘩 9月7号下午 丁太英啊 又发信息说 老大 晚上可以干活了 目标来了 9月8号上午10点多 丁太英发消息说 他人到地方 有机会就做了 时间好长了不好 两天内干了回来 我也好安心做生意 平安归来 哎 像这样的信息啊 还有很多 那么这些聊天记录 也是法院后来认定丁太英 故请陈永胜等人杀害无法喜的重要证据 那几天呢 反正他们俩也没闲着啊 大部分的是一些暧昧的短信 你请我爱的 然后呢 还一部分 就是丁太英给陈永胜发信息 告诉无法喜在什么地方 晚上会睡在什么地方 然后陈永胜就按照指定的地点 就找到了无法喜 其实啊 9月初的时候 陈永胜赶到罗平那一次 因为无法喜的新房理工人很多 陈永胜呢 没找着下手的机会 于是呢 待了几天 就又返回了昆明 正因为丁太英和陈永胜的这种关系 所以无法喜的家人就认为 其实丁太英要杀无法喜 更多的不是因为家暴 而是因为有了外遇了 想要谋害丈夫 独占家里的财产和房子 然后跟陈永胜一起生活 警方在侦查期间呢 也对丁太英和陈永胜的作案动机 进行了调查 侦查员认为 案件发生之后 如果这案子没有侦破 不排除丁太英和陈永胜 会生活在一起 但是呢 他们也没有明确的说 要在事情办成之后结为夫妻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呢 也能够认为 他们是存在雇佣关系的 第一次陈永胜下手没成功 9月20号下午 陈永胜又约了两个朋友 也就是刘曾明和陆海龙 这俩人呢 跟着陈永胜一块到了罗平 在无法喜的新房子附近 找了一家酒店住了下来 寻找机会下手 这刘曾明和陆海龙俩人呢 也是在昆明打工 当时呢 也没正经工作 21号凌晨两点多 他们到了无法喜家里 把无法喜杀害 陈永胜归案之后啊 他就说 我很后悔 这个事情 我觉得不应该发生 跟我不应该有关系 可偏偏出了这个事情了 没有办法 这已经成为事实了 我应该承担 2015年3月12号 丁太英 陈永胜 刘曾明和陆海龙 因涉嫌故意杀人罪 被提起公诉 在法庭审理期间啊 丁太英就一直辩解 说我是因为遭受家暴 忍无可忍 对丈夫起了杀心了 他的代理律师呢 也认为啊 事情就是如此 并且代理律师也提出 按照2015年3月 最高人民法院等四部门 共同发布的 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 犯罪案件的意见的精神 对长期遭受家庭暴力以后 在激愤恐惧状态下 为了防止再次遭受家庭暴力 或者为了摆脱家暴 而故意杀害 伤害施暴人的 施暴人在案件起因上 具有明显过错 或者直接责任的 可以酌情 从宽处罚 如果说 手段不是很残忍 情节不是很恶劣的 甚至可以认定是情节较轻的 这么一个程度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之中 也讲过相关的法律规定 如果是故意杀人 情节比较轻的 通常是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取经市中级人民法院 经过开庭审理之后认为 这起事件 虽然是因为丁太英 遭受暴力伤害引起的 可以酌情从宽处理 但是丁太英 陈永胜等人 杀害无法洗 更符合一起典型的 雇佣杀人案件 具体到这个案子呀 只能认定被害人 对案件的引发有过错 就是之前 确实犯过错误 对吧 他对于案件的引发 是有原因的 而丁太英 陈永胜等人 针对无法洗 实施的杀人行为 是事后 家暴之后 才产生的 雇佣杀人的这个行为啊 这是两种 截然不同的性质 法院最终认定 丁太英和陈永胜 都是主犯 刘曾鸣和陆海龙 是从犯 根据他们的犯罪事实 和危害结果 判处 丁太英死刑 还期两年执行 陈永胜死刑 刘曾鸣 无期徒刑 陆海龙 有期徒刑 十五年 案子是针破了 凶手 也得到了法律的严惩 但可怜的呀 是无法洗和丁太英的两个孩子呀 他们的孩子出事的时候 大儿子十四岁 二女儿十一岁 对于这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来说 两天的时间之内 失去了两个最亲最近的人 父母都没有了 这么小的年纪 就得承受着 这种巨大的心理阴影 心理创伤 无法洗遇害之后啊 两个孩子呢 就被送到了贵州星义老家 住在姑姑家里面 对于父母的这种争吵 甚至对于这场悲剧 两个孩子 也是有着自己的一些理解 儿子就说呀 母亲呢 爱唠叨 尤其是近几年 哪怕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吵起嘴来 是不依不饶 有时候甚至吵一两个小时 甚至更久 儿子就说 通常他在旁边看着 就总感觉是母亲 要故意激怒父亲 故意让爸爸生气 然后动手打他 之后他就有理由可以跑出来 而对于母亲说 经常遭受家暴 儿子呢 也有着不同的看法 他说 我的父母每次都是对打 不光是我父亲打我母亲 我母亲也打我父亲 儿子和女儿最后也都说 尽管他们这么多年 对母亲的做法很多的不理解 但母亲毕竟给了他们生命 他们不敢轻易的说 恨哪一个人 这两个孩子说 多么希望一切可以重来 希望父亲和母亲不要再吵嘴 不要再打架 一家四口 能安安稳稳的度过每一天 最后呢 咱们还是普及一些法律的小知识啊 这个案件最终为什么认定是雇凶杀人 而不是丁太英和律师所说的 在遭遇家暴的时候 因为防卫啊 杀害了丈夫 其实这两个事实呢 出入很大啊 区别也很大 我们呢 也能够很清晰明了的 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判决 因为丁太英存在雇凶杀人这个行为了 雇凶杀人是什么呀 用钱啊 去购买了一个杀人的这种犯罪行为 这就是故意杀人 如果说真的是在家暴的过程之中 他在被伤害的过程之中 他有了这种防卫的行为 甚至在防卫过程之中 杀害了施暴的一方 那么很有可能最终就是正当防卫 所以这两个差别呢 是非常大的 另外还有一点呢 其实值得我们更多的关注啊 丁太英说过之前遭受家暴的时候 报过警 但是警方的处理呢 就是调解 双方劝劝 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现在这个问题呢 在很多地方依然是存在的 通常啊 都认为 这是家庭夫妻之间的事情啊 清官难断家务事 警方呢 不愿意过多的介入 同时警方还有一个顾虑是什么呢 针对这种事情的执法 现在没有一个说统一的标准 统一的规章制度啊 如果说一旦遇到家庭矛盾 纠纷啊 甚至是一些家暴行为 警察直接就让他们强行分开啊 强行分离 这种处理方式是不是真的能够完全解决问题 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咱们再来说回这个案子 丁太英最终就是想要离开五发喜 之前考虑的更多的是什么 一个是孩子的抚养权问题 对吧 一个是这个财产的分配问题 其实这些问题啊 假如通过起诉 通过法律解决 尽管说啊 也比较繁琐麻烦 但毕竟还不是那种特别难以解决的事情 完全没有必要走到杀人这一步啊 行了 这个案子呀 咱们就说到这儿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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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